哈哈哈哈 網友說好吃 當然 好意思啦 好老喔 你吃麵線到底是什麼 其實還好 那你要洗一下 洗一下 我覺得你毀了這一碗 蠻屌的 哈哈 就回家麵店 那你到底辣不辣 哈囉大家好我是Alison 現在我人在桃園 那我們先歡迎一下今天的特別來賓Stella 哈囉 我是鎮港桃園人 蠻奇葩的一點是 我今天這個台北松 要帶鎮港桃園人 過來吃 真正桃園人會去吃的在地美食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呢 今天一家你都沒有吃過 對 當然也沒吃過桃園人這些美食欸 這是初體驗啦 我跟你一起體驗 欸你口罩戴好 Sorry 所以我的評價就是不會就是有師偏頗 一樣是第一次吃 非常的公正 那我們現在人在中立的中貞市場 中貞市場應該大家一聽到就大概知道我們要去吃什麼了 米甘 所以也是這一間我完全沒吃過 但是非常有名 然後他講說他之前吃了還一直吃錯是不是 對沒錯我都是吃可能路邊的 那今天這一間是很多網友也是大推啦 希望他是真的很好吃 沒錯 今天如果真的有不好吃的東西 你就直說無法 OK我直說 不怕踏拔吧 不怕 不怕沒在怕 現在已經沒什麼 沒有包袱 沒什麼好失去了 那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先出發 走 走 走 中貞市場有非常多間米甘啦 找到的是很多人大推的這一間 大鬍子 沒有招牌的 對看不到 我們剛進來就還看了一下說 欸到底是叫什麼 他們的阿姨她說 是大鬍子米甘啦 一看就知道我們是要來拍片 看出來是外地人 對沒錯 欸我是在地人啊 小碗的米甘 然後他們家跟其他家米甘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家就是有蛋 就是沒有肉 我們今天點的是雙蛋 就是蛋包還有蛋花 看起來很厲害 他們說一定要加辣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選了中辣 我從來沒有吃過米甘欸 這有點像厚一點的板條 有沒有很像厚一點的板條 又有點像刀削麵的整齊飯 對 比較中規中學的刀削麵 中規中學的刀削麵嗎 沒錯 你先喝一下湯 看起來那個辣油蠻多的 對 但到底辣不辣呢 還真是不是 不是很辣 蠻清明的辣度 清明 要不會辣屁股那種感覺 它就是聞到那個辣油的那個香氣而已 不會很辣 米甘是蠻Q的啦 有紮實感的 它不是板條那麼的爛的 有吃到米味對不對 其實米甘好像就是純米 手工製作的對不對 應該是吧 吃起來那個米香味特別重欸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欸 米甘酥體驗 比板條還要Q 對 你有吃過板條吧 有 OK 有啦它的辣度就還是OK啦 有味辣有味辣 蔥花也蠻香的 嗯 你覺得它再加變大辣嗎 我覺得可以了 一大早不要吃那麼辣 白的味就是它這間只有開到中午而已 5點半就開了 加醋版 加醋版 好這樣子 加這麼多 不會啦 剛剛倒的這麼豪邁喔 會毀了這個味 不會啦 不會啦 不一樣的風味 不一樣的風味 是好的那個黑方嗎 有點 我覺得有點像月市了 月市 酸辣海鮮河粉那種酸辣感啊 有沒有 瞬間不一樣的奶貓 也太酸了吧 我覺得你毀了這一碗 沒有啦 不會啊 還不錯 還不錯 我覺得OK啊 老闆娘就是看到我們在拍 然後他就說 我們在拍喔 然後就給你們一顆 完美的蛋 完美的蛋包 那你要吸它 你一大早要講那麼 閒絲的東西嗎 你先吸吧 給你給你 不行啦 太深了 就這種事 那我要吸囉 吸 好吧 有燒到養醋嗎 不要再講十八劑了好不好 我們在老少爺儀的節目不是嗎 普遍級 普遍級 它的蛋包很厲害 嗯 我覺得你吸得很好欸 果然是 它煮得非常厲害 對 水波蛋的那個蛋黃 現在是已經被我吸乾了啦 其實流動性是還蠻高的 我覺得下次有來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吃 就是大辣 老闆一問就說 大辣嗎 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哈哈哈哈 那比你像是隨便吃的那個 那我們就不公布那間的店名了 所以你覺得這一碗是 有到你的水準之上 蠻驚訝的 應該有8.75分 這麼精確對不對 是啊 8.5啦 雖然還不錯水準之上 不雷不雷啊 再見 現在第二家呢 雲風早餐店 在哪裡 在桃園的春日路上 也是第一次來唷 感謝XXX大大帶我來 我不能講全名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快放鬆了是不是 你別人家就快點放鬆 就是傳統的早餐店啦 對 他們招牌三明治 主打的就是這個 這一片 現炸的 現炸豬排 豬排 看起來很厲害耶 對啊 而且一大早就可以吃到現炸豬排 蠻屌的 蠻厲害的 對啊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有來吃過 但是我始終沒有來吃過 那為什麼你不來咧 因為跟我的上班路線 反方向 你就是要為了食物而 那我可能要6點半起床 還特別請老闆 你要幫我們留一下 因為它只開到12點 它是三層麵包 很像總會的概念 對 然後都有幫你切邊 然後外皮也是烤的這種酥酥的這種感覺 就是一層蛋 一層 對 炸豬排 炸豬排 我幹嘛吃什麼 炸豬排 台灣在地人要先吃囉 嗯 其實還好 沒有 它炸豬排真的是ok的 只是我們因為是先預留的 對不對 它不是現炸的吧 呆了一下下 所以它有點沒那麼的酥 因為它剛剛是從一個保麗龍的箱子 直接拿出來 但如果它真的是現炸的話 應該是蠻厲害 豬排是好吃的啊 嗯 不錯耶 而且鹹度滿夠的有沒有 對啊 如果是現炸的話 裹那個粉 地瓜粉 然後脆脆的感覺 現在已經沒有脆了啦 但是味道 可是味道是ok的 嗯 好吃 它好像有加一點番茄醬 番茄醬 番茄醬對不對 45萬很ok耶 我覺得很ok啊 所以在早餐店一個總會三明治都55 60了吧 對 55左右 而且早上早餐吃這個還好 不油膩啊 重點它不會油膩 不會讓你覺得吃下去都是都油油的 油耗味 它不會 好吃 然後這是我滿喜歡的 傳統美日美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沒錯 20年前美日美的概念 那麼老嗎 現在還有美日美啊 現在美日美比較走一些比較 直向的那種 半點七 半點七喔 那我大概八點九 比起米乾來說的話 它早餐再更生意稠一點點 至少它外帶方便 應該 太好燙 還可以在路上吃 對 這間店我也沒有來過 而且我們今天點的是滿特別的港式麵線 港式麵線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廣東做的概念 所以它有皮蛋然後還有油條 對 油條 我就覺得應該是有融合 有一點Fusion這樣子 赤肉 皮蛋跟油條 然後加蒜泥 嗯 自補一下它的湯 還滿不錯的 真的嗎 聽他們家一定要吃他們的特製辣椒 我覺得辣椒是靈魂 每一家麵店或是麵線店 它的辣椒我覺得是關鍵 如果它是那種豆腐乳辣椒 那種豆腐乳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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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進去吃 那靈魂 你現在講的是真的嗎 還是說是在英文前面 我跟我先生都是這樣 去另一家麵店 尾單身今天 你看一下它的辣椒 超香的 我剛剛有聞很香 感覺就是 搭配它的麵線非常搭 一定要加對不對 好香喔 很想跟它買一罐回家 先吃原味 然後麵糟來加 對 趕快加 因為別人可能要用 已經有兩桌在等了 還讓 還要是幫我 幫我 不好意思啦 不好喔 味道很好吃 我覺得它如果清麵線就很好吃了 滿淡的 我覺得還OK 真的嗎 可是它的湯頭是好的 我覺得好像可以再更重一點 因為你可以自己再加那個蒜泥耶 它這邊很貼心 它還有蒜泥 它蒜泥也可以自己隨便再加 可以加到爆 然後等一下就臭到爆了 看它的赤肉怎樣 Q彈有嚼勁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味道是 有醃過的 對 那個醬香味蠻滷的 很像烤肉 很像烤肉的那個肉 油彈還沒軟的之前先吃 你確定現在還是烤烤的嗎 可以 有烤 很脆耶 飯糰裡面的油彈的脆度 它裡面還有加皮蛋 皮蛋應該就不用吃了吧 應該就滿一般的 但是我沒有想過說皮蛋 跟油彈可以拌在麵線裡面 這麼新鮮的吃法 這麼新鮮的吃法 廣東桌的概念 對 可是它這樣好香喔 嗯 我跟你講 好厚 它的靈魂出現 是不是 我就跟你講 辣椒真的很關鍵 剛才我吃到的只是那個軀殼 現在它整個 靈魂跟軀殼融為一體 有沒有 靈魂出現 好好吃耶 辣椒真的太厲害了 它蒜味很重 喔 辣椒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蒜味 可以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好吃 你會 還好你等一下沒有要親我 再加一匙蒜泥好了 嗯 喝兩匙好了 我覺得切麵線就很厲害了 而且它辣椒就無敵了 而且旁邊的都吃超高的 而且它辣度不會說到 讓你受不了那種辣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辣椒有點 比那個打算的米乾 好很多 剛才米乾只是那種辣油 然後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它這個是真的有夠味 帶出震瓦那個麵線的味道了 真的 米乳加辣椒感覺 少了一點脂肪 我好喜歡擦了赤肉喔 赤肉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好 然後那個口徑也很棒 赤肉不是會裹一層薄的 裹會太厚對不對 裹會太厚 對 就是是薄的 然後它又加那個香菜 嗯 這個我應該 有秀了 可能九點二 我會給九 雖然攝影師很怕那個油條 就是泡在湯裡面 就是爛爛的這樣子 但是剛才真的上半身才是脆的 對 上半身爛 它只是下半身爛 跟渣男一樣下半身是爛 這間是怎麼的 這間是怎麼的 快溪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玩一次 太溼了 我不知道怎麼會怕你咧 快溪賣完 對 這間罵完店是真的聽說是 桃園人會來吃的 真的假的 身為桃園人你 我有沒有覺得沒有來吃 有沒有來吃過 開超過五十年的一間老店了 然後聽說是桃園最老自豪的肉丸 我身為桃園人感到很羞愧 你有一個特色就是它裡面有包 鳥丹 它包在那個肉裡面 那鳥丹是有乳薄的 像柴葉丹的感覺 就是乳薄的鳥丹 鳥丹那麼驚訝什麼意思 吃鳥丹就是叫我可以 真的為什麼 因為它的味道啊 沒有Amazing嗎 它就是鳥丹 有乳酷的肉 對 我覺得皮是最重要的 你吃肉丹 你是喜歡吃皮不喜歡吃肉 我喜歡吃皮不喜歡吃肉 餡怎麼樣我吃其實無所謂 那就點皮就好啦 幹嘛點肉丹 如果老闆有這個選項 我一定會這樣點 它的皮居然有入味耶 有它的肉的味道有包到 有點像吃肉包的皮 我吃皮我就已經畫面就是有 那個選項皮的紅肉 在門口那樣子 我吃肉肉都很好 這帶給你肉畫面的皮耶 因為它不是皮跟肉 味道是分開的 不是皮是皮肉是肉 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你先吃肉 好 我買好了 肉是好吃的 肉是好吃的 但我覺得它的辣椒可以再加辣一點 這個還沒加辣吧 有它剛剛已經加了 這有加? 嗯 我很喜歡它的那個醬汁 很滷肉很香 對 筍乾也是滿脆的 皮超好吃的 我剛剛說我不要吃肉 所以我剛剛那個肉太大空 我把它整個吃掉 難怪我剛剛找不到 28例 那我原本要講說 好像皮有比肉好吃 但是其實肉也是不錯 許一許二好吃的肉圓 有肉圓 因為很多皮跟肉味道是分開的 還有另外一家是炸的肉圓 你有吃過嗎? 它會更Q 這個就是比較 介於蒸跟炸之間 它是用油泡的 它是用油泡的 跟南部的好像是 還沒有做功課 剪掉 那也是要9點2 9點3 但是以爸媽來講我覺得他們真的有9啦 以後再南看就可以吃到它咧 下次第二集的時候再懂了 大家有推薦什麼南看美食 可以在這邊留言 等一下去吃甜的 甜點 我們終於可以吃到甜點了 真的 終於等了一個好久了 叫做慢食堂 雖然是網美店 但是它聽說是有顏值 然後並且有實力的 沒錯 因為通常呢 這一間店是唯一桃園 它選的裡面 我有來吃過 為什麼呢? 食物是好吃 不是只有網美而已 所以我先生才會帶我來吃 是好吃的 如果它只是網美的 內容不好吃的話 如果內容不好吃的話 基本上我是不會來的 它平常是應該是大排長龍吧 對 今天平日的話就沒什麼人 我們點了三樣 覺得是 算是必點的吧 第一個就是烤糰子 I'm so sorry 第二個是布丁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他們的備茶冰 備茶金石 備茶金石 豪華備茶金石 豪華備茶金石 謝謝小編 因為其實我沒有吃過他們家的糰子 我們之前都是只有吃它的冰品類的 糰子也是蠻多人推薦 就是 甜醬油 沒錯 是小編 它有很多口味 還有什麼煉乳海苔等口味的味噌 老闆娘推薦甜醬油 都是招牌啦 好Q 真的嗎 好吃 因為我吃過別間的烤糰子 因為粉味比較重 然後就是 沒那麼入味 它烤糰子是好吃的非常Q耶 好好吃喔 有些烤糰子是一咬下去就斷掉還是什麼 就是很假 比日本好吃耶 真的喔 我沒吃過日本 但我覺得它如果是煉乳應該也很好吃 可是它這個甜醬油就是甜鹹甜鹹的 我覺得吃起來很剛剛好 滿經典的口味 對 可是它裡面 有讓我意外耶 越嚼越Q 喝一下熱茶 我都會附一杯熱茶 我覺得也滿貼心的啦 服務很周到 他們常是有讓我 amazing 到耶 因為我之前不太喜歡烤糰子 因為我覺得印象很差 我覺得這個算是他們家必點 可以點 布丁為什麼呢 它看似是有點普通耶 因為網友說好吃 網友說好吃 那你再吃看看喔 我就沒帶腦了 就想說 那就來點這樣子 那我們帶了我們高端的 敏銳的味覺來評判它 等一下 被網友我罵怎麼辦 很高端 我說幹高端什麼事 很厲害 就是我覺得它原本 它是厲害的臉 對 因為我覺得它一般的那個布丁 你會印象中會覺得它好像是 上面會硬硬的還是什麼的 然後中間才是軟的 對 但它是超入口即化的耶 重點是它不會膩 它不會讓你的舌根是有那個甜甜膩膩的感覺 很綿對不對 對 就是一下就化掉了 我覺得很厲害耶 它裡面的切片很順滑耶 對 然後整個就是很像豆腐 它的甜是不噁心的甜 就是剛剛好 背茶冰 紅豆兩顆糰汁 然後還有這個是 摩擦洞嗎 摩擦洞吧 然後上面應該就是背茶冰淇淋 被某人用掉的紅豆先 背茶就是那茶味 是它喔 沒有要就你的意思 好吃 很清爽耶 對不對 很清爽的口感對不對 它抹茶也太濃郁 太濃郁 是被打臉 被打臉 可是很清爽喔 就不會膩啊 而且現在天氣是那種微涼微涼 然後吃這個你也不會覺得太冷或是怎麼樣 你有吃它紅豆嗎 還沒 紅豆甜度我覺得也是很剛好 搭配一點冰淇淋 它的茶都很像是那個嗎 綠茶粉的洞嗎 它沒有那麼的Q啦 但是就是 口感是一般 但是味道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也是很清爽 不會太甜 對對對 它冰淇淋應該 這個也好吃 味道是讓你在嘴巴裡面舒服的 不會太甜 不會讓你覺得負擔很重 我覺得它整道甜品好輕鬆 感覺自己冰是細的 不是那種剉冰是顆粒感的 雪花冰跟剉冰中間 很綿的 它不會烤烤 團子 我覺得它的團子都很厲害耶 它這是綠色的團子 超Q 是不是跟那個口感差不多 跟那個團子 因為它是在冰裡面 所以它更Q 我覺得光吃它的冰的地方 我覺得就很厲害 對 如果它有清冰 清冰 然後淋那個它的貝茶汁 就很好吃 茶味滿滿 吃了每一口你都會一直聞到那個茶的香氣 茶香味 真的 茶香味 你這樣嘴巴裡面還有那個茶香 很厲害喔 好厲害 欸我很難得會滿喜歡一家網美店的 是不是有些就是好看而已 因為我之前吃到很多真的是不OK 就是拍照很好看沒錯 已經不是合我們這個年紀去了啦 而且才 剛滿19嗎 我20了啦 你好老喔 會不會在攻擊啊 剛吃完一整天的鹹食 吃這個實在太讚了 是不是又活過來了 環境 然後它整個環境就是 你看它複製的就是非常復古 然後日式的 舊屋風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不錯 這間很大堆耶 很推喔 好高喔 因為我覺得它每一個單瓶都不雷 連我不是抹茶控的人我都會覺得 呃不是 為什麼講抹茶啊 今天是 9點2 我很感謝你今天安排的這一切 因為幾乎我都 對我都沒吃過這些東西 在桃園 今天吃完東西 我覺得完全對桃園有個全新的認識 真的因為沒有想到說 原來桃園有那麼多美食 可以看一下 當然啊是啊 對啊 是這樣啊 不要感謝我 對 基本上我們今天吃的都沒有採雷了啊 沒有都不是網友講好吃 然後實際上不好吃 是 對 都還不錯 有 一定會再 我可能會再去吃的 肉圓跟麵線 不要剛剛那個麵線老闆威脅你 你現在就這樣講 沒有沒有沒有 它沒有威脅 它只是希望它是在看到我 它是說我一定要在看到你 它一定要是不是 對 MUS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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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應該是肉圓 你也是肉圓 我覺得肉圓真的很厲害 快熄快熄 快熄快熄 快熄 洗一下 肉 跟它的皮 是有融合在一起 而不是他們是各自的 一家 沒錯喔 一樣的肉圓比起來的話 它是厲害的點 說麵線的話 大推就是它的辣椒 一定要加 至聖關鍵 剛好你也是桃園人 然後你也有推薦 桃園在地 一定要去吃的美食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可能我們就有出第二集了 就叫著你的清單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幫你接很好喔 很剛好啊 你沒有講到小鈴鐺啊 我幫她說幫你開啟小鈴鐺 我幫你接得很不錯耶 我幫你接得很不錯耶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下禮拜見 掰掰